民庄特別當心留意了 因為不少人會在自家栽種左手香 相傳把他的葉子搗碎之後敷在患部 可以改善皮膚消炎鎮痛的功效 但是這樣的行為其實相當危險 皮膚科醫師表示 光是今年7月就收治了4起 因為敷左手香 導致急性過敏的皮膚炎案例 腳背上紅紅一打片 整個腫起來 皮膚表面出現過敏跡象 只是跌倒怎麼傷成這樣 因為聽老一輩說 敷左手香可以消炎症痛 誰知道敷下去不但沒好 反而更嚴重 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民眾也遇到 因為敷了左手香 患部越來越糟 一時好頭痛 光是一個月收治4起病例 左手香是很多人家裡會種的植物 傳聞搗碎敷患部可以消炎去腫 政策還是蚊子痛 或是會疼 或是會痛 或是怎麼可以替衝 左手香又稱道手香 傳統醫學上具有防腐抗菌 促使微血管擴張效果 是藥草墊常見材料 有一些釘瘡臃腫 甚至連中暑 現在左手香都有人在用 既然具有療效 胃和膚了又出問題 怎麼知道這個濃度 是不是我們在醫療用的濃度呢 第二個你怎麼知道你的這個成分 適不適合你用在你紅腫的皮膚 那第三個就是說你在萃取的過程中 你怎麼避免這個炒過程中 你萃取過程中形成的 可能它有污染 除了左手香容易被污用 像是污蔑馬 據說能致疊打腫痛一樣不可信 不要在非醫師指示的情況下 使用一些這個任意的使用藥物 冰中受傷最好尋求醫師 別物性偏方 以免致病不成反傷身 記者梁家瑋王超群高雄採訪報導